東漢莫年分三國 瘋狂戀天不休 在歌單上有著享譽名聲的曹操 唱的是兒語我詐的三國時代 但三國時代從何而起 眾說紛紜 變讀課本上的知識 頂多熟悉三國字與三國演繹的差別 而我從小囊取三國的知識 可真要從魔獸尊號3的三國遊戲說起 一夕一起 小時候讀書之外 最愛跑的就是網咖 那時候家裡網路不發達 缺乏智慧型等通訊型的手機 朋友之間的溝通戰術 最快當然是直接網咖做一排最實在 四小時五十元 加點一杯冬瓜茶八十元有找 男人有紛爭 眾路黃叉地單挑不解釋 你黃中他張合 除了衛俗 武將之外 在中立國也有黃金之亂的張腳張寶張兩三巨頭可以選 結果隨著人數增加開掛載越來越多 從三國到信場 從PC魔獸到PS2的無雙Oroach 可以說遊戲便是奠定我對於三國人物的認識的最大基礎 其實從1985年日本光榮諸師會社 就發行了第一款三國字遊戲 如此廣大的市場隨後被男夢工給盯上 兩家便爭先恐后在平台上推出各種遊戲展開對決 最後光榮靠著內政戰鬥等系統的三國字三後 一舉拿下了三國遊戲這塊大筆 之後的三國字五 便是更加確立了自己在三國市場上的霸主地位 在後續的作品中 因大量參考了史詩與繪本等文獻資料 原本風格偏向寫實 之後受到漫畫的蒼天航路的影響 漸漸我就開始有從中國風轉為更符合日本動漫的風格 事實上時至今日我們仍可處處看見三國故事的身影 小說 漫畫 動畫 電玩 甚至是電影 每一次的推陳出新都是在將三國文化的記憶重新形塑 由日本漫畫家炎其熊惡繪製的漫畫一騎當千 某種程度上算是顛覆我對於傳統三國的認知 故事講述封印著中國三國時代的人物的勾玉 因輾轉流落到日本並散落在高中學生手上 持有勾玉的人被稱為鬥士 他們會繼承勾玉人物的記憶去為一統天下而奮鬥 本以為是聽到一騎當千 只會想都是那種燃到爆的熱血慢 誰知道不僅很燃 還直接燒起來的那種 明明無他 故事這種角色大多竟然都是由女性來做三國的人物 動不動 打一打就報一 沒事 運氣運功也要摸一下奶 然而別看他這樣子看似在賣肉賣福利 先是從董卓一統天下到曹操打倒諸侯 赤壁大戰 再到三分天下 故事整體脈絡依舊有圍繞著我們所熟知的三國來進展 打鬥相宴的一騎當千 將燃蒙兩大元素與三國文化完美的結合 蹦出了全新的滋味 堪稱是紳士一輩子避開的作品之一 因此我對於作品本身能有史實依據會感到非常興奮 如果能在這前提下再創造出全新的概念與人設 那我認為不是醜化 而是一種對文化新的詮釋 就像這款純正日系美少女放置養成的RPG 《少女迴戰》 比一騎當千更正更火辣 主打各種有著三國武將名的妙齡少女 清涼火辣 玉姐蘿 軟蒙妹子 歐衛羅守女 應有盡有 完全打破我對於三國人物的想像 玩家將扮演擁有真龍之氣的主角 藉著你的英雄之手結束亂世解救蒼生 而帶領你的是一隻QB 不是啊 是一隻貓形的生物叫嘟嘟 CV是遊牧壁 各位應該不陌生才是 魔法少女小圓的女主小圓 轉身成蜘蛛又怎樣的蜘蛛子 玩家一開始可以選擇兩位初始的角色 開始有主婦是董卓的粉毛大小姐董白 我和馬虎蛇 你覺得哪個腳都長了嗎 你覺得自己決定了嗎 還是要有著可愛老鼠耳朵的 離家私所少女小圓呢 那我就有自信了 各位可以分別猜猜看他們的生幽是誰呢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猜出來呢 答案分別是鬼頭銘利跟水愛奇 這兩位年紀都和在下次郎我非常相近 屬於90年代後的新世代美女生幽們 不僅外貌可愛更兼具歌唱演技實力 要說兩位最爆紅的時機點 鬼頭銘利無疑就是日本超人氣漫畫鬼滅之刃動畫畫後的迷豆子 那其實呢在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的 庫北靈音就有擔當演出 不過動畫口碑戰否兩論 作品也沒有大到非常出圈 後續陸陸續續配了調教咖啡廳的雙馬尾巨乳的日向下凡 天使降臨到我身邊的最可愛的自戀小蘿莉 雞板乃愛 結果童年的鬼滅大爆紅 加上其宛如劇中迷豆子一樣可愛的外貌 人氣直接大噴出 自此走上新的事業高峰 相反的水奈琪當年加入自己偶像水素奈的唱片公司Keen Rekers後 被當成重點推廣培訓對象 說是水奈最強的師妹也不為過 隔一眼的2016更是拿下生優新人獎 最著名的角色包括有點兔的主角智乃 如果真愛有顏色的瑞琳的雷姆 又或是當年僅憑一條藍色線 就紅遍全網的地下層的女生赫斯蒂亞 這三位代表角色都有一個共通特點 溫柔悅額 俯慰人心 她的聲音有如魔法般 能將拖著疲憊身軀下班的老公身心完全治愈 要在這兩位當中選一個 簡直就好比要我在雪菜東馬當中擇一 難道就沒有全部都要的選項嗎 可惡 什麼你說故事主線後面會送 太好啦 除此之外來讓你們也猜猜最具代表的三位三國的領導 首先是寧我赴天下人 修要天下人赴我的霸道總裁 有著一頭黑腸子與冷戀卻炙熱眼神的曹操 來 答案揭曉 就是我們的聲優玉三家之一的絕姜油衣 話說我小時候就成為了這個絕的字的讀音 跟同學辯論了兩天一夜 念哭姜油衣就覺得照理在哭沙小 念絕又會被讀音警察到處糾正 最近的一次是跟翻譯編輯爭論 他跟我說反正我都是念絕 說到絕交由衣 絕對要提純機房東修房客的 鐵拳暴力女 陳賴川賴流 沒事就是往男主角的錦太郎 照顧過去讓他化為天上的星星 另外我個人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陸坑柱 我們的仙境 當中有一位房東的好基友 叫茶園珠石 經典的笑禮藏刀和惡洲劇的聲線 最重要的是絕對是把他人當畜生的辱罵 啊 我的抖M魂都是這樣被他培養的 遊戲中的曹操對承看自己出生入死的關羽死心的踏地 然而就和歷史上一樣 仍舊沒有選擇留在他身邊 使這段感情無疾而終 成為了曹操一直無法解開的心結 劉備自許為漢氏後裔中山晉王 雖然我怎麼看都覺得與我所熟知的有兩耳垂肩 外貌的劉備相聚甚遠 但我感覺到一股乳不拒何以拒人性的魅力啊 啊 原來是這樣的外表才有如此多人才選擇加入他嗎 絕對都有猜到吧 那個配過某個藍法角色就形象頭也不回的羽公天 確實外表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冰山美人感 但就好比螢幕上的實況主跟私下認識的真面目 一種誤導董香直接退化成智商阿克亞的超級反差 他的聲線只能用多元特別來形容 即可無情 可大哭大鬧 又可把人逼上淚陷潰堤的感性 最後是江東小霸王 不應該說是江東小公主 勇至剛毅的孫姦之子 相比打下孫家大爺的父親孫姦又或是哥哥孫策 孫犬年紀輕輕就執掌江東大爺 遊戲中也是營造出符合年紀的天真模樣 小小嬌滴滴的身子的模樣卻又有女王之姿 這次你們總該猜不到了吧 正確答案就是我們百變身陷的實力女王 名種加之 至少受音樂劇舞台訓練 扎實抵著她 從最具代表著反映的盧魯修的盧魯修的妹妹 從上次介紹我們可以看到少女回戰 可以說是找來日本一線等級的生幽位居中角色現身 除了有介紹到的幾位 其他還有像是朱大采奈 伊藤靖 總齊敦美 阿成佳奈 花手遊美里等等 玩家可以與這些美少女們爭戰八方 過程透過觸摸送禮 解鎖與大姐姐們的甜美聲線的深入互動 怎樣啦 跟二次元角色談感情 看他們身材一柱晴天不好嗎 看似你要清純初戀還是霸氣鬱解 要更兇猛的也完全沒有問題 作品角色的包羅萬象絕對有符合你的菜 遊戲主打少女play 放置不累 輕鬆不爆肝 簡單粗暴的放置 就可慢慢讓角色變強解鎖新要素 各種相當爆表的實裝 懂的朋友們絕對都會懂有多好用 千道福利 幸運翻倍 還有新人卡池福利 超多毫力領不完 新手遊玩小弟我個人首推冰雪聰明的福壽 這什麼遊戲 能讓老紳士們插量寶劍的榮耀game 角色身材頂尖實用外 角色暴擊與暴力都是本作遊戲的天花板 如果再配上最強的輔助劉備 前期保證你舒服到高潮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與其各著一幕看我的影片 何不直接把美少女牽回你的電腦手機上 現在就點選下方連結下載少女回戰 就可自動獲得價值100美金的專屬禮包 打開遊戲就可以獲得 還可以參加15萬新台幣的現金抽獎活動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吧 那麼我是食狼AKA 不定時和你分享各式動漫情報的斜槓NCG社主宰 我們就下期再會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